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手牽手手 我们一起走 那手牽手手 幸福就加油 一项国宝级的鸽子系大师 廖琼之老师来学习呢 现在周主任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 要把这项台湾的传统戏曲 传承下去哦 现在就让我们赶快去看看 唱朋友唱歌诗咯 星期三下午 是永乐国小社团的活动时间 听说这里有个很不一样的社团哦 好 一个礼拜不见了 来 赶快把书包放下 好 来 来 好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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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又是劈腿 还要拉筋 大家猜猜看 这是什么社团的活动呢 这个社团是我们学校最具精致 还有深度的一个社团 原来这里有个鸽子系社团 而且成立已经有十年的时间咯 周楚云主任 就是一手创立永乐国小鸽子系社团的 指导老师 当年他是学校的辅导主任 现在他退休了 还是带领着社团把他所学的交给大家 有一次我请了一个歌仔系演员 那这一位歌仔系演员相当好 他是廖老师 廖琼之老师的学生 我那时候第一次在学校里头 听到小朋友用那个清纯的声音 唱出那么好听的歌仔系的调子 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在学校里头成立一个这样一个民俗的 我们传统的一个戏曲的一个社团 可是没有老师会教啊那怎么办 所以征询了很久以后 我就决定 还是我自己去向廖琼之老师学系 一 踢 对 很好 转身 踏步 转身 对 踏步 转身 二 踢 好 再转身 踏步 很好 一 六 七 八 好 五 六 七 八 小朋友学鸽子戏可能那么简单哦 要学声段还有唱腔 走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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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楚云主任总是不厌其烦地揪着每一个细节 这样的教学精神也感动了不少家长 永乐国小的鸽子系社团 不只有小朋友 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一起加入咯 像是五年级的社长 还有二年级的妹妹乔慧跟妈妈 母子三个人都来学鸽子戏 本来是哥哥先来 然后会不会看到之前学姐姐 学学长姐表演的带着 然后就问问 妈妈我也可以演乔白兔 然后他就进来了 小孩回去之后啊 大部分的时间是看电视 但是我们可以用练习 还有看其他的戏剧来帮他们转移 歌仔系里面 大部分讲的是中校结役 对 会比较有教育的意义 对 而从一年级就进来的姿影 现在还当起妈妈的小老师呢 我觉得好像小孩学得好像比较快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刚才有搭配一起 然后他就走在后面他就会说 看风机脚步小一点 慢一点 对 至于六年级的姿文 还有五年级的义敏 他们两个是姐妹 而且还有两个哥哥姐姐 也都是永乐国小鸽子系社团毕业的喔 一家子全部都是哥子系迷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台湾的玩意 然后我想要把它继续成下去 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各国是表演的那种事 还有四年级的芷薇 自己跑来找老师 说他想要加入社团 因为他觉得哥子系的妆好漂亮喔 才来这边学看看 可不可以把样子画得更好看 然后可不可以学到更多的传统艺术 还有为了孝顺阿公阿嬷 来学哥子系的喔 姐姐小六的时候 她小一所以就 我们团体就破格 让她小一就插入 后来姐姐才透露出来 她当初要参加哥子系社团的主音 是因为她想要表演给阿公阿嬷看 就是支持她 因为这个本土文化很难得 不过十年走下来 哥子系社团也曾经面临 没有人要加入的困境 周楚雲主任从不轻言放弃 那时候往往都为了 孩子的成绩有一点点退步 家长就不让孩子来学系 那我会很心痛 因为每个孩子 放在他们身上的心血 都是蛮多的 我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放学还要做个别指导 而更多家长的支持 才是周楚雲主任 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记得有一位家长 他本来他们家是在新竹 爸爸是开业的一生 然后因为要回台北照顾阿嬷 所以是短暂的时间回台北 孩子学了一年以后 这个爸爸就不回新竹去了 他们就全家就在台北定居 然后在台北开业 就为了孩子要学哥子系 后来连妈妈都进来学习 因为她说他们觉得 跟孩子之间会更亲密 就连登台化妆的工作 猜猜看大家是怎么办到的呢 帮忙化妆的 其实也是学生的家长啦 我女儿也是在团里面待过 她已经毕业了 现在已经高二了 那我就一直跟着 跟着团里面的活动一直在做 因为我们这边人手是切嘛 那家长都是一家族啦 所以就跟着团里面 就一直熟熟 一直过来这样子 小朋友也很可爱啊 演出的跟大人演出的不一样 那个气氛也是不太一样 猜猜的鞋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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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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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國外去演出喔 讓孩子到國外去表演 對孩子來說 又是一次自信心的肯定 所以這是相當好的 其實我們並不要求孩子 他變成一個 十足的歌仔戲演員 我並不這樣要求 我覺得是我帶給一個孩子 他能夠學習就是說 能夠充分發揮他本身的特色 我自己對我自己的 成就感來自哪裡 我就是看到一場圓滿的演出 然後孩子下台以後 是很輕鬆的 他是有笑容的 然後觀眾給他們掌聲 就是孩子 他最大的快樂的動力 有周楚雲主任的堅持 還有熱心的家長支持 下一個十年 二十年 相信永樂國小的 歌仔戲社團 會一直傳承下去 現在小朋友們也希望 有機會可以到國外去做演出 讓更多的人認識這項 台灣的傳統文化 下段節目回來 要介紹大家另外一項 有歷史的玩具 好漂亮的風箏喔 你知道嗎 在新北市的石門區 有很多人都會到那裡去放風箏喔 而在那裡推廣活動的老鄉長 鄭根和先生 還有老梅國小的蔡信義主任 他們兩個聯手合作 一個向外推廣 一個向下扎根 要讓風箏成為石門的代名詞喔 讓我們趕快就看看這個美麗的畫面吧 石門白沙灣的天空 今天很熱鬧 大大小小的風箏 在天空中翱翔 這個風箏好特別喔 一隻手要拉一條線 叫做兩線特技風箏 會在空中翻轉 很像跳舞一樣耶 這個風箏還會翻跟斗呢 而且你看看 要四條線才能控制住風箏 想必放風箏的人 力氣一定要很大吧 更厲害的是 牠會像蝴蝶一樣 跑下來偷親一下手臂再跑掉耶 幕後推手就是牠 鄭根和先生 正根和是前任的石門廂長 每次吹著石門的風 就會讓牠想起小時候放風箏的記憶 同學吃起或是我們放寒暑假呢 我們都會邀請我們的一些同學 自己製造風箏 自己來服風箏 到南門國小的後山 或是到白沙灣或是到南門沙灘 來一起放風箏 我從小孩子開始 在學校上課的時候呢 老師不是說叫我們寫我的志願嗎 其實當初我的志願怎麼寫呢 我們其他同學寫說我要當總統 我說我要當科學家 但是我的志願寫說我要放風箏 雖然當時他被老師罵說沒志氣 不過鄭根和還是堅持著我要放風箏的想法 在擔任石門廂長的時候 首開先例舉辦了風箏文化活動 一種幹事清田先生他所風箏 退休之後 鄭根和在石門鄉成立了風箏協會 並擔任理事長 收集了各式各樣的風箏 哇 有大老鷹 還有這個像蛇一樣好長好長的風箏 尤其是這個 看官們趕緊看過來喔 這個風箏已經有八十幾年的歷史 這個是一個我們在地的一個香生 叫做陳聰明老先生 他從小孩子就開始製作 製作之後呢 像他這個都是用什麼用水泥袋 破了之後他就是隨便貼一貼這樣子 拿垃圾袋夾在下面 和鄭根和志同道合的還有他 老美國小的蔡信義主任 小時候對放風箏不太在行的他 沒想到來到老美國小教書之後 卻愛上了風箏 我記得在民國92年 那年在舉辦國際風箏節的時候 就有個他們會請老師 到學校來教小朋友做風箏 那就從那個時候對風箏 開始有一點點的好感 然後也想要說自己試著做做看風箏 然後把這些東西交給孩子們 待會兒老師會教你們做這支握形風箏 太好了 可以自己親手做風箏耶 但是老師剛剛說握形風箏 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握在台灣是一個很常見的東西 所以用握形來代表台灣的傳統風箏 其實是很適合的 原來是這樣啊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代表台灣傳統的 旺形風箏 可是風箏會不會很難做啊 只見蔡信義主任拿出 這不是垃圾袋嗎 那我們現在就用垃圾袋來做風箏 原來垃圾袋輕又不容易破掉 而且便宜又環保 真的是多虧蔡信義主任想出來這一招呢 就讓它很均勻的 垃圾袋到底要怎麼樣變成風箏呢 你看看 首先畫上定位點之後架上炭桿 垃圾袋的絲編 記得要用雙面膠包邊增加強度 嗯 已經看得出雛形了 好像不難嘛 風箏做好了耶 這個是風泡型風箏 老梅國小的小朋友 做起來得心應手 因為他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就學著做風箏喔 它很提現的話也會不會 風箏要能夠順利的飛起來 還是有技巧的 尤其是這個綁提線的動作 一個閃失 風箏可是飛不起來的喔 對 看看大家認真的模樣 就知道待會兒做好的風箏 一定都可以順利的飛上天空 一旁本來也想要學著做風箏的夜夜奶奶 也不禁佩服起大家 這很輕的 對 對 對 很標準的 我們的 黃河竹子穿得太大 太大了 現在就放了 風箏要怎麼滑 你滑 就不會掉 不會掉 不會掉 接下來 小朋友要在風箏上面畫畫 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畫一個鏡頭啊 這邊有一個原住民 然後有他們的那個獵豬場 叫拉姆 然後裡面的山豬都叫他們拉姆 然後最後有人就慢慢地說成老梅 所以老梅的意思是什麼的意思啊 山豬的意思 原來如此 不一會兒的時間 大家的作品都完成了 嗯 都好有創意喔 這是一隻愛老梅的山豬 然後它是彩色的 然後 爺傑 然後幫他加了冰冰的心心 我跟他一起做 然後我們就想說一人畫一半 然後選一種顏色比較 就是比較突顯 突顯他的顏色 在老梅國小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大家要學會不同難度的風箏製作 蔡欣義主任說 這其實也可以訓練小朋友各方面的能力 專注合作堅持是我們希望傳達給他們的人生態度 他能夠專注地看老師示範 然後自己專注地回去做 同伴之間 不管是在製作風箏還是放飛 可以透過彼此的合作 來讓風箏飛得又高又遠 做得再怎麼樣不好 他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努力堅持地完成 這樣 果然 在製作的過程中 期待風箏放上天空的那一刻 每個步驟都好認真 絲毫不敢大意 做風箏要花很多時間 你只要一般實際會做一個 我覺得就是你拉的那種感覺 拉的時候會有一種很重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看起來大家都做好囉 快點快點 我們去放風箏吧 對 我就請老闆 飛起來了 飛起來了 不過誰說風箏一定要在室外 有風才能飛 在石門還有沒風才可以飛的風箏喔 冬季呢 有東北氣風 很不適合放風箏 但是我們為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也圓發一種叫什麼 最怕風的風箏 那是什麼 就是室內風箏 那室內風箏要放的時候 我們一定關起那個門窗 然後隨著音樂節奏 還有我們施放風 室內風箏人的一種 一種那個引力 一種力道 然後在那個空中來做一個翱翔 現在正根河理事長和蔡新義主任 一個對外舉辦各種活動 推廣風箏 一個從學校教育做起 教導大家製作風箏 就是要讓風箏成為石門的代名詞 希望這種風箏文化可以透過我們教孩子 做風箏 放風箏 還有告訴他們一些文化典故 比如說阿公小時候的八角風箏 然後讓這些文化可以真的從教育裡面 慢慢的從這塊土地慢慢長出來 以前市民鄉就是一個很靠海 靠山的地方 你現在問我們市民鄉 鄉親 或是小朋友 市民鄉文化是什麼 他們就說放風箏 所以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沒有風就收現 看著風箏在天空中翱翔 就是正根河理事長和蔡新義主任最大的成就感 現在石門鄉的海邊 隨處都可以看到放風箏的人潮 石門早就已經是風箏的故鄉 歡迎大家有機會都來放風箏 認識風箏 看到風箏在天空中翱翔 就是正根河先生 還有蔡新義主任信中最大的成就感了 他們希望風箏文化可以在石門地區 生根 茁壯 也希望所有的爸爸媽媽 可以帶著小朋友一起到石門來 創造更多的幸福時光 我是彤彤 幸福就加油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